街头术士正在展示前变前的魔术 不料树上的技工早已识破了他的诡计 只要大家打下666 技工就能保佑您全家大吉大利裁员滚滚来 随后术士让男孩吹三口气 哪料掀开不一看引两镜都不见了 此时技工的鞋子不小心掉了下来 瞬间拆穿了男人的骗术 正当大家一窝蜂式地哄抢钱币之时 只有一个小男孩好像在地上寻找着什么 他推开众人捡起地上的死鸽子 原来是男孩见鸽子可怜生怕别人踩到他 此时技工拍了拍男孩的肩膀 他让男孩对着鸽子吹一口气 技工随后将扇子盖在鸽子身上 等他再次拿开扇子的时候 鸽子竟然死而复生了 同伴见状便建议男孩带回家玩 可心地善良的男孩却将鸽子放飞了 转头一看刚刚救活鸽子的和尚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还不知道自己与这个和尚的缘分才刚刚开始 另一边男孩的父母请了个高人为儿子占补 高人算出男孩乃是闻取心下凡 同时也算出他命中有一大劫 夫人想把儿子送到别人家去 或者给他娶个媳妇挡挡灾难 可高人却说此次劫难甚大 平常的招数通通不管用 为经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贵公子必须拜在高森门下 得他庇护方能脱离此难 无奈之下两人只能将儿子送往附近的西山寺拜师学艺 男孩无意中看到苗中的和尚正是救活鸽子的人 说什么都要拜济公为师 可男孩父母见和尚风中颠颠 怎么都不愿意儿子拜他为师 请求住持收下儿子做徒弟 住持见状便得知男孩与济公有缘 随即劝男孩的父母莫要抢求一切随缘 无奈之下老两口只好恳求济公收下儿子 保护他脱离劫难 乃至济公却不愿意了 随后男孩像个根屁虫一样 缠着济公收自己为徒 无奈之下济公想了个办法 看见没有 那个地方有一个葫芦 你要是能把它摘下来 给我解解渴 那我就收下你 我会把这个葫芦摆下来 这个葫芦摆下来 在不去 这些葫芦摆下来